这是一个凹面镜 它看上去平平无奇 似乎只能让你的大脸盘子看上去更加夸张一些 但是只要再准备一个点光源 一个刀片 它就能够捕捉到我们日常生活中最为抽象 最难以看到的东西 空气 刚刚你看到的是有一种叫做文影摄影的技术拍摄出来的画面 虽然它的名字和我们有一点陌生 但是已经在各种科学还有工程领域有了非常广泛的应用 它可以帮助我们研究高速流动过物体表面的气流情况 依此优化飞机和火箭的设计 还可以探究昆虫 鸟类等动物在飞行时或者游泳的时候 身边流体的动态变化等等 这都可以 几年前当我初次了解到这门技术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 我不会说这个梗 我觉得真的还挺酷的 但是由于拖延症 我们后来迟迟没有继续深入研究它 那就在不久之前 小米找到了我们 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 说想让我们拍出空调出风的形状 那乍一听这个需求 我只觉得五雷轰顶 也这五颜六色的黑还有恐怖 这真的是能够拍出来的东西吗 但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在创意库里又找到了这颗沧海遗珠 于是我们和小米一拍即合 我们打算利用文影摄影来拍摄一下日常生活中 一些有意思的空气变化 说到文影摄影的核心原理 那就必须从初中物理课本中光的折射这一刻说起 光在不同的密度的介质之间传播时会发生折射 就像我们看到筷子插入水中会发生弯折 透过火焰会看到后面的颈雾扭曲变形 但是空气对于可见光的折射率 受到温度和压强等因素的影响也非常的微小 所以我们肉眼很难看到光在空气中被扭曲的画面 而文影摄影则是搭建一套系统 将原本若也不可见的空气被扭曲的画面给可视化出来 直到原理之后整个DIY过程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先要有个凹面镜 让在凹面镜的两倍焦距处放置一个点光源 但当光线经过凹面镜反射 又会重新汇聚在旁边的另一个点上 那么找到这个光点最清晰最汇聚的位置 然后把相机的镜头放置在这个光点的正中心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被射物体微弱的文影 如果我们想要让文影画面更加清晰 那我们就要在镜头前面放置一个锋利的刀片 将反射回来的光点遮挡住一半 以这根蜡烛为例 由于燃烧产生的热量导致折射率产生微小的变化 光线经过时会发生微小的偏转 向下偏折的光线被刀片挡住形成了暗影 向上偏折的光线成功越过了刀片 进入到了镜头里面 也就形成了亮纹 此时相机画面中形成的与折射率变化相关的图像 这就是文影 那美与时节 这个漫长且枯燥的摸索过程 不免让我们这些初学者憋门上火 那好在我们在实验场地里面放置了一台 米家新风空调历史三匹 打开新风模式片刻之后 整个房间就会逐渐被新鲜的凉风 均匀地充饮起来 并且空调还可以和米家APP 米家温湿度计 米家加湿器智能联动 自动调节适合人体舒适的温度 实现温湿双控 给团队小伙伴们提供一个舒适的实验环境 最终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我们使用这个自己DIY的文影系统 拍摄下了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有趣显现 尝到了DIY实验成功的甜头 我们的野心瞬间就膨胀起来了 对吧 这是我们的风格 毕竟一个直径仅有20厘米的凹面镜视野范围 实在是太小了 我们就想 那我们定做一个直径一米的凹面镜 这样我们的拍摄就不会再受到局限 能拍到很漂亮的东西 对吧 这个小小的想法看着很简单 但是事情的发展往往会超出我们的预料 喂 长官 我想做一个凹面镜 就是不用很大 一米左右吧 你给我报个价 钱不是问题 我们可以做一百万 这个项目我们稍微再想一下 就是 由于文影摄影对凹面镜的精度和打磨工艺 有着极高的要求 所以凹面镜的价格和尺寸相比 是成几何极数增加的 就在我们大家一筹莫展之际 我们成功联系上了湖南大学 机械运载工程学院的王刚教授 文影摄影已经是他多年来的业余爱好 所以听完我们的想法之后 王刚教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他说 那我们不如来做一个 微波望远镜吧 这微波望远镜我们应该都知道 为了能够观测到距离我们130亿光年以外的星系 需要一个6.5米宽的巨大主镜 来收集被观测物体的光线 最终 微波望远镜团队将18个由金属拨制成的 六边形镜面拼接在一起 经过在太空中三个月的调校 18面镜子 终于能将星光汇聚到同一点上 达成了人类对宇宙前所未有的观测能力 如雨在前 我们为什么不能用手头物美价廉的直径20厘米的小凹面镜 来组装成一个大型镜面阵链呢 于是我们说干就干 快速定做了架子还有静坐 初步调整好水平还有垂直角度 并把它们给辅装了起来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需要将21面镜子反射出的21个光点 一起汇聚到相机镜头的中心 由于整个操作和调试过程都需要精确到0.1毫米的级别 所以在这个期间 只要地面稍微晃动一下 或是一个不小心碰撞 就会使得镜面阵列疯狂的震动 偏离方向 这个工作量光听起来就已经非常吓人了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王刚老师耗费了大量的时间 给我们的每面镜子制作了电控装置 并且自己编写了程序 通过电脑按键就可以调节每面镜子的X Y Z轴的角度还有位置 那同时王刚老师也为我们的光源调试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那就是我们只需要将点光源粘贴在镜头的UV镜上 而后经过凹面镜反射回来的光点 则使用光圈边缘把它给切割 这样能使得整套文影系统变得更加稳定 还有可控一些 那个当下万事俱备 但调试的过程仍旧需要大量的时间还有耐心 最终在漫长的调试过程中 21个光点井然有序地向镜头中心点靠近 一面面镜子亮起了鲜活的光芒 我们看着这个大型镜面阵列内心狂死 那经过一番折腾 我们拍摄下了这些文影的画面 滗汤 2 为何 与此同时我们也请出了小米空调 在夏日将至之际 让这无形的风吹到了我们的眼前 小米空调 经过多次的实验 我们发现温度是影响文影画面最重要的因素 与当下空气温差越大的背色物体 就能拍摄得愈发清晰 所以如果你还有什么想看的文影画面 可以在弹幕评论区或者后台私信我们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会继续深入探究这项摄影技术 拍摄下更多精彩有趣的画面 看不见的科技吹得到舒适 感谢小米空调对于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 小米空调与我们共同以技术之力 完成了这次意义非凡的创新视觉呈现 这次拍摄 是我们对小米空调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 无论是产品性能 风感体验 还是背后支撑的自研科技探索 都令人惊艳 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和期待 小米空调的持续迭代 还有发展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的话 也请务必点赞作为三连转发 这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